你们看这个也是明师傅家的 明师傅家的店的名字 我看了好几遍的还是记不住 什么什么小猪窝还是叫啥 多肉清明 奇异果加白柠檬 还是两种水果果香 这个是假水椒 牛头加亚马逊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手看起来顺眼多了 你们知道这个原相机 在衬上这个白背景 再加上你这个手那个颜色 就感觉像那个啥 虎皮鸡爪一样 这个确实很肉肉的 反正我自己是用假水椒 做不好泥的 做出来的泥度特别稀 还非渣 这个的话就是反复戳 那种硅胶的性质 是非常硅胶感觉 硅胶感是很强烈的 外面居然突然阴天了 今天说有雨 不知道几点会下呢 整体还是那种亮亮的 很晶莹 有一点磨砂的肉感 这个肉感恰到好处 然后再加上这个轻轻的颜色 感觉很清新 然后抹了护手霜之后 感觉表面有一点滑腻 是我的原因 多肉清零 感觉特别像一个夏日饮品的名字 好 不要过多的折磨它 给它上网格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 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我最近好喜欢这首歌呀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 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这是我一般的唱歌水平 哎 这个网格兜上来小小一个 我把它摊大点看看 我是不是该买一个大点的网格了 兜上来的魔物有一点薄 虽然整体很厚 但是泡泡很薄 它这个不油 也不服水 颜色看起来很可口 拉出来的花应该是和我的这个技术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吧 反正就不是很规整 这个拉长长 接下来这个非常有格调 我就喜欢这种颜色 就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颜色 我都挺喜欢的 这个这个是绿还是蓝呢 无知哦又是熟悉的日本式的味 天牙毛G3W 配方公开配方透明 像打翻了颜料桶一样 它这个是有一点细细的颗粒感 我的要求并不高 但我想从前一样好 可是有一天 你说同样的话 把别人拥入怀抱 这个里面是水边血颗粒还是石银沙颗粒呢 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 这个绿让我想到了 就是学校里边那个旧油漆的绿 这个味道有一点 那个之前小时候吃那个大的泡泡糖热带水果味的 扯布的话因为有这些水边血啊 它不太容易扯均匀 越扯越匀 不该受到它的美 擦掉一切 整体是很软糯的 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富有年代的气息 它那种旧旧的绿色 这个师傅也算是有一点审美在身上的 标签都打得很干净 然后包装的也很利索 这个起棉是很起棉速度是很快的 啊很清新的泡泡糖的味道 哇 好长时间没吃过泡泡糖了 这么一下 什么口香糖什么泡泡糖 沐浪成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了 小屁股 小猫咪的小屁屁 小兔子的小嘴巴 今天到这儿吧 拜拜啦